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我是雨色 你今天看過一本好書了嗎? 前不久 有一位個案 帶了他的媽媽來問世 他們的問題是這樣子的 他的弟弟 是在家裡排行老二 非常非常的聰明 據說他在 讀書的時候 有做過智商的測驗 是全世界 排行榜當中的前 一千大 這是非常非常聰明的 他讀大學 然後讀國中 的時候呢 都是讀名校 非常非常的優秀 在前幾年的時候呢 突然發生一種狀況啊 就是他好像呢 開始可以聽到一些聲音 耳朵裡面可以聽到一些聲音 想不到他的媽媽 竟然告訴我一個非常神奇的事情 他說他的兒子 是一個 非常敏感跟敏銳的人 他說啊 只要他在客廳念咒語 持咒 他的兒子 一定會馬上 跑出來 跟他講說 你剛才是不是在念咒語 你不可以念咒語 你念咒語的聲音 會影響到我 像他的兒子的那個 感受度 是這麼的敏感啊 我說會不會有可能是 是因為你念太大聲 他說不是 他說只要他默念 他的兒子 一定會知道 他說這種事情的 不只是如此 他說啊 他說有一次 他們家的隔壁的鄰居 往生 因為他的兒子 非常的敏感 尤其對這種氣場啊 氣啊 還有對這種 靈界的東西 他非常的敏感 因此呢 他們家人不敢跟他講說 隔壁的鄰居往生了 想不到有一天晚上 就事情剛發生 大概前一兩天的時候 他兒子啊 竟然走到了他們的客廳 跟他媽媽說 隔壁的鄰居 已經往生了 他媽媽非常的驚訝 他說你怎麼知道 是誰告訴你的 他的兒子跟他說啊 沒有人告訴我 因為我看到他 走到我們的房間 他來跟我說話 另外一件呢 很神奇的事情是什麼呢 他說他們有個遠方的親戚 好像是 神聖吧 也在 前幾年的時候 往生了 往生的時候呢 他們全家沒有人敢告訴他 也是一樣的狀況 他來跟他媽媽講說 誰 神聖是不是往生了 他媽媽說你怎麼知道 他說 我看到他來跟我道別 然後一開始呢 還沒有這麼嚴重 他開始呢 尋求一些 宗教上的管道 不管是 這一代啊 或者是去宮壇問世啊 還有透過這個個案 自己本身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他同時 也認識了非常多 佛教密宗的上師 或是大師 他也帶他的弟弟 去 找過他們 但是呢 效果 並沒有很好 逐漸的呢 他的狀況 越來越嚴重了 那個聲音 越嚴重 導致他 沒有辦法正常的工作 有一次呢 他的媽媽 就帶他的弟弟 去到一個宮壇 當然呢 到了宮壇之後呢 一定會說 這是冤金債主啊 你要修行啊 或者是什麼 轉世靈啊 等等之類的 這些說法 他的媽媽呢 就持續帶他的弟弟 去那邊 收金啊 祭改 等等的 能夠希望他的狀況 可以好 改善 據他表示啊 他的弟弟啊 長得非常非常的帥氣 非常的高帥啊 而且呢 是長得白白 靜靜的 想不到啊 那間宮壇的師姐啊 竟然移情作用啊 喜歡上他的弟弟 那位師姐的年紀啊 據說啊 比他媽媽年紀小 大概幾歲 但是啊 也應該是比他弟弟大了 大概十幾歲 二十歲左右啊 哇 這件事情啊 就讓他弟弟感到 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這種事情呢 其實啊 還蠻多的啊 在 不管在 人跟人之間 我覺得不僅在宮壇 在身心靈的課程當中啊 在修行道場當中啊 其實 移情作用啊 其實還蠻常發生的啊 移情跟反移情作用 還蠻常發生的 後來呢 這幾年他的弟弟啊 就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就不太出去了 然後他對他自己的身體 對他自己的聲音啊 非常的敏感 他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面呢 什麼地方都不去 然後呢 也不上網 也沒有在看書 就是一個人在房間裡面 有時候呢 就難難治癒 有時候呢 就可以聽到他自己 在跟 心中的那個聲音 在對話 如果他媽媽呢 在外面啊 比如說像是 看電視啊 或者是在跟人家講電話啦 他弟弟啊 就會 就會 情緒非常的暴躁 就出來罵人 嚴重的時候呢 甚至會有 架暴的行為 當然啊 如果站在我的立場 一定會問到說 那你有帶你的弟弟呢 去看精神科醫師嗎 他告訴我說 他非常的 他弟弟呢 非常的抗拒 因為是因為他弟弟的 非常非常的聰明 你跟他聊什麼 他都可以跟你聊 加上啦 他有被診斷出來呢 他 評估啊 出來是全世界 一千大聰明的人 所以呢 他根本不太相信 精神科醫師 那我聽完他的分析之後呢 我就跟他的媽媽講啦 兒子本人沒有來 那我覺得 幫助性可能就沒有很大 但是呢 人竟然已經來了 因為我人在台中 然後個案是從台北下來的 我說其實呢 或多或少呢 可以得到一些幫助 就是我還是有些方法 可以幫助他 所以在現場呢 我就做了一個 原神的溝通 就把他弟弟的原神呢 調到現場 後來呢 這個媽媽 在旁邊看到的時候 就一直哭一直哭 因為啊 他已經很久 沒有擁抱他的兒子了 他就問我說 余瑟 我已經好多年 沒有跟我兒子 真正的面對面了 我已經沒有 真正的擁抱過 我的兒子了 那麼 我可以擁抱他嗎 但是呢 這個原神啊 他竟然跟他媽媽講說 我 不要任何人來碰我 那我就跟他媽媽講 我說 我知道 你很想擁抱你的兒子 但是 我必須要尊重 你兒子的 心裡面的感受 雖然 並不是你的兒子 本人來到現場 是他的 原神意識所投射的 那麼 我們還是要尊重他 他媽媽就一直哭一直哭 來告訴我說 余瑟 其實這件事情 他有犯一個很大的錯誤 因為在四個小孩子當中 就他的老二 最聰明 從小呢 非常的獨立 也不需要任何人 來擔心他 因此呢 他的心 就比較 比較為著他們家的老妖 他們家老妖也是男孩子 那當然我說過了 他們四個小孩子 都非常的有成就 他對每個小孩是公平的 只是因為老二 他非常的獨立 聰明 而且 他自主性非常的強 因此 小時候 他疏忽了對他的關照 長大之後 他這個老二 有跟他媽媽講 他意思是說 他從小沒有感受到母愛 所以呢 他對他媽媽的態度 是這個樣子 因此這個媽媽 感覺到 非常非常的自責 我聽到之後呢 我就講了一句 比較中肯的話 我就跟這個媽媽講 我說 雖然 在父母心的心中 會認為 對每個小孩子是公平的 但是 世界上 沒有什麼叫做公平的 以就 以就 就是 倫理 就是 兄弟姐妹的 輩分來看的話 其實一般當中 真正被照顧到的 被重視 是老大 跟老妖 一般排行在中間的 往往都會被 父母親 所忽略 就在我跟他媽媽 在做對話的時候呢 可以感覺到 有一股力量 在 在 現場 出現了 一開始呢 我以為是錯覺 但是呢 我在跟他媽媽的聊天過程當中呢 這股力量 隱隱約約的 不斷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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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閃過的念頭 是他往生的父親 我就請當事者 站在這股力量 的位置 想不到的是 他開始 嚎啕大哭了 這個個案就告訴我說 雨色 我感覺到 我父親的力量 在這裡 我感覺到 我父親的力量 在我身體 出現了 為什麼我一開始 沒有做 表明的動作呢 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先說了 那麼當事者 他一定會自我 心中會自我 對號入座 後來呢 這個個案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的父親 想跟我弟弟說幾句話 他的父親 就 安慰他的兒子 就跟他講 就說 身為父親的我 其實呢 對你呢 沒有很大很大的期許 我只希望你 能夠快快樂樂的 我只希望你 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的快樂 我只希望你 跟我在世的時候一樣 跟你在小時候一樣 我可以帶著你 一起出去 學跆拳道 一起去打圈 一起去運動 這是我對你的期許 對你的人生 對你的未來 對你的工作 身為爸爸的我 沒有任何的期許 我只希望 你可以快樂 說完的時候 他不斷的落淚 不斷的落淚 後來我看到 這個他的父親的力量 引導這個個案 去 摸摸他的兒子 他弟弟的原神 告訴我說 他沒有感覺 他說雖然我了解我的父親 這麼的愛我 但是我內 內心當中 沒有任何的 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種現象 就是 原來他身上 或許有父親的期待 或許有希望完成他 父親對他的愛 但是現在他卻沒有任何的感覺 那麼是否有其他的原因 來造成的呢 在這個溝通的過程當中 又有一股力量出現了 就請個案的妹妹 去站在這個位置 他告訴我說 是他的 爺爺 來了 哇 這個是一種 三代同堂 就是 這種力量怎麼會不斷的遷移 不斷的遷移 不斷的遷移 他的妹妹就告訴我說 他感覺他的爺爺很難過很難過 很難過對他的 兒子 也就是這個個案的父親 他感覺到非常難過 他也安慰了這個父親 就問了他的媽媽 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個案的爺爺 他也是很早就往生了 那他下面 也生了三個小孩子 他的這個爺爺 非常的照顧他的 非常喜歡他的爸爸 但是他很早就往生了 他往生之後 家裡的重擔 就是落在他的奶奶身上 但是他的奶奶 非常的重視 是他們家的老妖 他的妹妹 但是不重視他的父親 也就是老大 他們三個兄弟 姐妹長大之後 老二跟老三 如果有任何需要錢的部分 都是身手跟老大用 老大的壓力非常大 對他母親這個部分 他只能不斷的 不斷的去滿足他的母親 因此讓他母親 勝手跟他要錢 他的弟弟妹妹 跟他勝手要錢的時候 他就會非常的滿足他們兩個人 這個 因果輪迴 再次的來到他們的這一輩 因此這個個案 他是老大嘛 他有四個兄弟姐妹嘛 他的父親 也跟他的爺爺一樣 英年早逝 很早就往生了 那麼他的媽媽也是一樣 非常的比較疼愛 是老妖 跟他的婆婆是一樣的 聽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每一代都是 一代一代的輪迴在影響著 所以他的爺爺 來到現場的時候 就安慰他的父親說 請你放下心中的重擔吧 我只希望你快樂而已 有沒有發現 他跟個案的弟弟 跟他父親的對話 想不到 竟然是出現在爺爺 跟爸爸之間的對話 是一模一樣的對話 那至於內在這個聲音 其實 我不會認為是 所謂的主仙靈 我也不會認為是 原情在主 其實我的心中會認為說 或許他跟我一樣 是原型覺醒了 這是我當時的第一個念頭 他弟弟的原神 告訴我說 宇舍 雖然他了解了父親 跟他爺爺 但是他心裡的壓力 少了很多了 但是呢 其實他還是 沒有辦法跟外界 有任何的連結 那麼我去問他說 那麼 內在聲音 到底是什麼 想不到他是這麼說的 他告訴我說 宇舍 其實沒有什麼內在的聲音 他告訴我 那些的聲音 都是他內在自己的聲音而已 沒有任何外靈的介入 我心裡已經有底了 也印證了我的想法 其實 就是原神的聲音 也就是我們自己內在的聲音 那麼他所需要做的是什麼呢 是等待澄清 再就是合一 如果聽眾朋友 你有看過我的書 我在人間 與靈界對話 我在人間的靈界事件部 你一定了解我的過程 只是他的弟弟太聰明了 聰明到他被自己綁住了 母娘有跟這個個案講 就是說你的兒子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 是因為 因為他非常的聰明 許多的事情 他都一定要有他的邏輯 但是這種力量的出現的時候 絕對不是每一個人 你的經驗值 可以去釐清的 但是他的兒子 比較不一樣 所以呢 因此母娘說 他是被自己困住了 但是呢 沒有關係 因為他今年已經快40歲了 母娘說 如果按照他的命格來看的話 大概聊到 41歲 42歲時候呢 狀況會慢慢的改善 因為他不至於 就是越來越嚴重 他是需要 時間的 因此呢 當他 聽到他說 他聽到我說他的兒子42歲時候會慢慢改善的時候 他心理的壓力 非常非常的 減緩很多 再來一個 因為我 不斷的告訴他 你兒子的問題跟你 關係 並沒有很大 你不需要 要過度於詮釋他的問題 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他心理壓力就放下 非常非常大了 後來他離開的時候呢 他就告訴我說 我非常感謝你今天的幫忙 因為你告訴我的 不是只有 冤進在主 主心靈的問題 你告訴我是 還有其他的問題 他心理的壓力 非常的 釋放的非常多 今天呢 語瑟講這個個案的故事 想跟大家來分享 幾個觀點 不論你現在是單身 或者想結婚 或者是已經結婚了 你都要告訴你自己 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的每個念頭 你每個行為 都是不斷的影響了你的下一代 你要知道 結婚之後 你的行為 你的念頭 真的都在影響你下一代 那麼你在結婚之前 要好好的想一想 你到底你現在 的心 是快樂 是自在嗎 還是有很多的苦 如果你心中有很多的苦 請你在結婚之前 一定要找到一個 能夠讓自己 自在快樂的方法 一定讓 想辦法讓自己快樂一點 自在一點 那麼 你的業力 這種心理的業力 才不會影響下一代 第二個 就是千萬不要要求小孩子 成龍成鳳 小孩子的快樂跟自在 非常的重要的 第三個觀念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你一定要找到一個 秩序的方法 讓自己 自己的心 常常保持平靜的狀況 這是雨色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每一則故事 都是一則真實的故事 每一則個案的人生歷程 也都是我們每個人的借鏡 你跟我都一樣 我相信沒有例外 雨色在節目當中 分享非常多的故事 只是希望 每一個人 把它當成借鏡 去反思自己 我有沒有 相同的問題 我有沒有 可以從這個個案的故事當中 找到成長的方法 這是雨色在節目當中 想跟大家分享的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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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